我们今天继续上课 今天就可以把上经三十卦全部讲完了 然后还会讲到下经三十四卦的一部分 那么我们昨天讲的是 从山地波,地雷富,天雷无望 山天大序,山雷夷,泽风大过 一直讲到了坎为水 然后它其实按照序卦传的说法 它就是一个轮回 一个从盛世到衰落再到重整 这么的一个轮回 那么上经三十卦 我们马上就讲完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继续讲坎卦 昨天跟大家讲过 坎卦就是重重危险 习坎,双重危险 所以呢,不倒坎卦肯定不是一个好卦了 那么一般都代表着什么 在事业,不事业的话就是重重险阻 险象重生 那么这时候一定要额外小心 然后呢,也可能会遇到官司和刑罚 然后又可能会受伤和出血 所以占得这个卦的时候 日常生活要多加注意 肯定有危险在前面 那么又包含着可能会受骗上当的意思 因为坎又代表黑社会和骗子嘛 所以说它又包含了受骗上当的意思 可能会惹上官司 所以呢,就是所有的投资啊 还有类似的行动啊都要小心 那么所以呢,在坎卦这块基本上就不是特别好 那么对坎卦的一个态度就是要小心为上 那么我们来解读一下坎卦的卦理 九二,坎又险,求晓得 那么就是在坎线中出现险阻 求取小事经会有收获 这个象词的意思呢 小的要求会满足 还没有从险中走出来 切记人未才死 比如说就像贩毒一样 贩毒本身呢就充满风险 然后但是呢也有说几笔生意能赚到大钱的啊 那么小有得,求晓得是可以求到的 但是这个得是真正的得吗 因为危险还没有解除啊 你还没有金盆洗手 然后远离这个是非之地 所以说今天赚钱 明天呢可能就不是你的钱 所以这就是在坎中求财啊 他就不不稳定啊 那么同样呢 如果你买了一个骗子公司的股票 那么这个公司呢 其实所有业绩都是造假的 虽然你表面上看账面价值股票在上 但实际上呢 可能有一天这个骗子公司啊就解散了 就垮了 然后呢这笔钱也就没了 所以说这个得呀不是真得 在险中得钱 嗯不是一个呃长久之道 所以一定要自己意识到这些东西呢 就得赶快抽身啊 那么六四 真酒鬼二用否 那曰自拥中无救 啊就是一杯酒和两盘祭品啊 然后呢用瓦盆盛子从窗户送进啊 就没有灾难 那么实际上讲的是 这个下级啊 要对上级表示恭敬和顺从 这里面讲的一个环境啊 就是人被关到监狱里面了 然后别人给他送饭吃 然后这样做呢 就没有什么过错啊 那那那就是顺从呗 九五砍不赢啊 是祭贫无救 那么也就是说 砍坑啊 它是没填满啊 然后呢抵达齐贫的这个程度 没有灾难 为什么呢 因为在砍中啊 就应该像平缓的水流一样 顺着河城而流动 顺其自然啊 然后也不要太过张扬 不外逆而出 那么很多时候呢 灾难是骄傲气盛造成的 然后呢只要小心 然后稳定啊 低调就不会有太大的灾难啊 讲的是这个意思 好 那么就是砍挂啊 砍就是一个很差的环境啊 很危险的环境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最后一挂 离挂啊 丧经的最后一挂离挂 呃 上经呢 是始于乾坤啊 终于砍离啊 那我们看离挂 离挂说是 立真亨啊 处聘牛吉啊 续聘牛吉 那么 担曰啊 离立也 日月立乎天 白骨草木立乎土 从明以立乎正 乃化成天下 柔立乎中正 故事已啊 续聘牛吉也 项曰明两座离 大一大人以记明造于四方 离挂它代表什么意思啊 它代表太阳啊 就像砍挂呢 它既代表危险 它也代表月亮 对吧 所以说呢 为什么说 呃 上经是要以前坤开始 以坎离 呃 宗旨呢 就是代表是天地日月啊 对上经做了一个 呃 外部的一个环境的一个 呃 上经更多讲的是一个宇宙的一个大的环境 所以说天地和日月啊 那么 所以离挂代表太阳啊 初九 吕错然 敬之无救 吕错之敬 以批旧也 六二 黄离元吉啊 黄离元吉 以德中道义 九三日鬼之离 不羁否而歌 而大豪之错啊 凶 那么 日久之离 何一可可久也之啊 这个九四突如气来如焚如死如气如啊 突如气来如无所容也 六五 初替陀若啊 七皆若 即六五至即离王公也 上九 王用出征 有家则守 获匪七丑无救啊 王用出征 以正邦也 这是离挂 离挂就是上离下离啊 上面一个离 下面一个离啊 组成了一个离挂 那么它的挂像呢 就是光明 聪明 美丽 富丽 富着 代表光明的出现啊 那么离呢 又有聪明之一 因为啊 像火一样的照亮四方啊 很聪明 然后也美丽啊 离挂呢 就代表富丽堂皇啊 美丽 富丽和富着 因为火呢 它着的时候 它是要依附物体的 它不可能凭空燃烧啊 所以它一定要在柴木材上凿啊 或者在纸上凿 它在任何一个地方上凿 它都要依附相应的物体 所以也代表富着之意啊 然后离挂呢 这个字啊 它本来也代表成双成对 就代表着一个依附于另一个 所以它就会有富着的意思啊 庄子就说过一句话 叫富丽不以娇妻 约束不以绳末啊 末索 就是以敌为富着啊 那么为什么挂词说 啊 序僻牛吉呢 序就是培养和涵养的意思 僻牛为母牛啊 牛是很柔顺的动物 僻牛是柔顺之中的柔顺 就这个隐喻呢 就只要含养柔顺的品德啊 为什么是这样的 因为离挂里面中间是虚的啊 离中虚坎中满 就是内在是虚的柔顺的 然后虚挂就说什么呢 坎是阴暗和危险的 离挂是光明的 那么坎之后呢 就有离来指引大家走出危险啊 和阴暗 那么在六窑的判断上呢 下离三窑取美丽之一 上离三窑取离难之一 所以他也有离难的意思啊 然后呢 离呢 就是火 火要附着在某种东西上 那么 离挂所表达的意思就是 呃 我们任何人啊 任何事都要复杂在某种东西上 比如说 我们生存 依赖于我们所出的环境 才能得以生存 所以附着很重要 附着的东西呢 必须是正当的 或者是好的 那么对我们来说 才会有好的环境 就像一个小孩 小孩 他在一个好的环境长大 那他一定会培养的既有教养 又有支持 有文化 然后呢 又有品德 但是如果在一个很差的环境去长大的话 那么他一定会呃 可能是坐监放科 所以呢 附着的东西越好 那么对于我们自己的成长就越有帮助 所以我们步道离挂的时候啊 因为他有附着之意呢 就意味着我们要依靠别人才行啊 所以在依附对象的时候 一定要选合适的人品啊 比如说选工作 一定要看老板这个人行不行啊 比如说选夫妻的话 那一定要看另一半这个人的品格行不行啊 选朋友一样 所以呢 选理想也是啊 你的目标合不合理 对不对 所以呢 想要依附别人呢 同时还要提醒我们有那个柔顺的品性 脾气暴躁 态度强硬 怼天怼地怼空气的 那就很难附着了 所以说说到这儿 我就特别不喜欢这个中国现在的这些 延喜攻略啊 这样的一些片 这些片就是怼天怼地的 根本没有古人所要求的品德啊 你看古人所要求的就是君子之德 是什么样的德 就是该该追随的时候 要比谁都柔顺 寒长可真 对吧 那么该领导的时候呢 要比谁都刚健啊 就是飞龙在天 所以说呢 他特别不不喜欢那种 你又不是领导者 然后你还能怼领导者的那种状态 那你算啥 你又不当位啊 就是在我们意境里面 其实就要不当位啊 就是你在你自己的位置坐着 不是你自己位置该坐的事 这个呢 就是非常非常的违背规律的 所以像这样的片 年轻人尽量少看 我们我们看完了之后呢 就觉得现实社会就是这样的 然后上来就跟老板怼 怼完之后就被开除 你附着别人 你也附着不上去 也不得不到真正的贵人相助 所以这就是一个 中国现在整体啊 整体的影视作品要好多好多 就开始反传统 这个反的特别没有道理 没有任何的价值啊 所以呢 这个是我们要讲的柔顺的性情 才能吉祥 在穷明方面 在方向未确定之前 不可以到处乱撞啊 应该持之以恒啊 那找对象呢 就需要长辈帮忙 比如说相个亲傻的啊 就是礼挂所代表的一些意思 那么挂礼的话 我们看初九 屡错然静之无救 步子错乱啊 就是节奏不对 就是走路走的不对 但是呢 因为你的恭敬谨慎的 这个态度没有丢 就没有过错 那他讲的是什么 他讲我们做事 方向比节奏重要啊 方向比节奏重要 走对了方向 哪怕你节奏是乱的 或者是慢的 那你其实也会比走错方向的强 比如说改革开放的那个 早期啊 就是80年代的时候 那么有一堆 那会儿不是流行一句话吗 叫卖导弹的 做导弹的 不如卖茶叶蛋的 那他就指明了一个大的风向 当时社会的趋势是什么 就是你下海经商 这个方向就是对的 如果你在一个企业里面啊 一个国有企业里面当员工 那这个方向可能就不是那么好的 所以说你看下海经商呢 他卖瓜子卖鸡蛋 哪怕卖的不好 经常还会被罚款什么的 然后也经常会遇到一些问题 但最终赚的钱还是比那个 在这个企业里面工作的人要多 所以呢 那他的节奏不见得就对啊 就是这些小商小贩 他们节奏不见得对 也不见得有智慧 但他们无意中走对了一个方向 然后就赚来了很多的钱 成为改革开放先付钱的那一步 所以这就是方向比节奏重要 那么这个方向怎么选 还是那句话 易经就告诉我们了 怎么选啊 第一要有铝双兼兵制 就是你要观察你的环境 你要知道这个环境是在结霜呢 还是要出太阳 然后根据环境来选 环境非常重要 要学会判断自己环境 解读环境的信息 而你不会判断环境 解读不出来信息呢 那你就凶险了 就像我们之前的卦里面讲到的 既入无余 围入于林中 网则令 就是咱们之前学到的 就是 你那个 同卦里面学到那个谣词 就是你 没有向导的进一个森林 去打猎 去打那条路 那你很有可能会被困在里面 为什么 为什么困里面 因为你不掌握环境的信息 你对你所处的环境 有一个深刻的了解 你掌握了信息 你就知道风险在哪 怎么规避 第二 你就知道方向在哪 做什么才能够成功 做什么不会成功 一旦 这两个东西掌握了 那么你的急到就来了 自天幼稚 急无不劣了 所以说呢 易经啊 它不是一个算命的玄学 不光是一个算命啊 这样的一个学问 那么它实际上还是一种什么 人生智慧 也就是说你通过这个培养成一个非常良好的思维习惯 到哪呢 都把环境看得清清楚楚 然后对环境有所解读 然后就知道 用易经的那个思想 就是什么 通全答辟 就是用变异的思想来改变自己 来适应环境 然后呢 得到很吉利的一个状态 和圆满的状态 持久的状态 所以说呢 这就是要告诉大家 节奏 方向 方向比节奏重要 环境呢 比你个人努力还要重要 看清楚环境信息 那么才能够做出正确选择 才能知道铝双兵制的这个变化 所以呢 大家看这个啊 铝错然静之无救 就这个意思 六二 黄黎元吉 附着在黄色上大吉大利 为什么黄色上大吉大利 所有你看 易经里面经常会出现啊 就是黄色 一旦到黄色呢 就没事了啊 基本上就没事了 为什么 因为黄色代表土 土是什么 土是中庸之道啊 黄色代表土是中庸之道 土在五行里面 方位正居于正中 具有四个其他属性的所有属性 它其实一个混杂属性 为什么我们的人体啊 脾胃是主运化的 正在人体的正中间啊 我们的胃是正在我们身体的正中间 因为它五行就是属土 它具备所有的特性 然后呢 能够给属火的心脏 属筋的肺脏 属水的肾脏 属木的肝脏 供给营养 它能够尖达四方 那么土啊 就是中庸之道 土也能够尖达 金木水火啊 然后呢 这种中庸之道 就是极的 所以空挂说 黄商原极 说的就这意思 因为空挂是土挂 土挂 然后呢 黄色的东西 披上了一双 代表万物成长 原极啊 原极 所以呢 黄梨原极 说的也同样道理啊 那么 就是说 梨挂 它在土上燃烧 它在黄色的土上燃烧 大吉大利 就这个意思啊 火在黄色土上燃烧 大吉大利 那么九三 日久之梨 不羁否而歌 则大冒之错 凶 这个 夕阳夕下 这时候 如果不能敲着瓦盆高歌 就会发出垂老之人的哀叹 有凶险 这讲的是我们进入 风足残年的一种人生态度啊 当我们到了七老八十了 八九十岁了 然后人生已经老去了 没有什么乐趣了啊 吃东西也吃不出来美味 然后呢 也不能像年轻人呀 到处玩 那这时候人生需要的是一种达官 如果不能够敲着瓦盆高歌 然后来豁达的面对人生 然后该喝酒喝酒 就该洒脱洒脱 而是天天的 背叹的话 那就是凶的 所以说人呢 要有达官之态 讲的是这个意思啊 那或者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 就是当你老到一定程度了 你的智慧还看不透人生 还在悲叹的话 那就说明你是没会明白的 这也是凶的啊 就这么个意思 那么所以呢 大家要知道 就是人呢 要活出自我了 要活得足够达官 就是大家看过那个美国的一个电影 叫一愿清单 就讲的是两个老人得了癌症 到了晚期 然后一个很有钱 一个很穷啊 一个很普通的工人 然后一个是亿万富翁 然后两个人成了好朋友 最终呢就决定把自己 这一生没有完成的所有的心愿 年轻时候的一些愿望 全部完成 比如说啊 再去去跳一次闪啊 去干一个什么什么事 然后他们最后的那半年的人生啊 过得非常好 虽然两个人最后都死了 但是呢 他们过了一个很精彩的半年啊 这就是一种人生启示 很多人看了都觉得很有感悟啊 我我建议大家有空的时候 也可以看一看啊 叫一愿清单 两个美国的老演员拍的啊 还是不错的 那么九四 突如欺来如焚如死如气如 突然而来如同火焰一样 熊熊燃烧 会有生命危险 会被抛弃 这讲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不要去火中取利 我们不要趁人之危去获取利益 也不要采用胁迫的手段 去实现目的 为自己去谋取自己的利益啊 晋升啊 职位啊 用这种方法 你获取来的东西啊 那么就是焚如死如气如啊 就是他最终达到结果是破坏性的 就是会达到毁灭的结果 对对己对人都是一样的 你就看这个呃 所有的影视剧里面 去要挟和胁迫别人的人 都没有好下场啊 基本上都是被反杀啊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上九王用出征 有家折手 货费欺丑无救 君王用闲人出兵 征伐 对能够斩杀敌方首领的给予嘉奖 不补获一般的随从没有灾难 呃 大家看一下 离挂他特点是什么 离挂他的特点啊 就是到了上九的时候 就是六九四啊六五啊 上九就开始对外有破坏性了 这就是离挂的特点 离挂的内在空虚啊 所以说从初九 初六二九三的时候 他都是一种什么 内在的状态 就是不去侵犯他人的状态 但是到了呃 外在的时候 就是火焰的外方 他就会伤人伤己 他就是具有很强的破坏力 然后呃 所以说就告诉你该如何的利用 就用好这个破坏力 不要真正的去造成毁灭 而是让破坏在一个限度之内 比如说九四就会告诉你啊 就不要趁人之危啊 不要拿着你自己的那股力量去趁人之危 那么上九就会告诉你什么呢 就是呃杀杀敌的话 啊杀首领就行了 放过其他人吧 不要把所有人都干死啊 你把所有人都干死是特别呃 破坏太大了 是不吉利的 就好比白起 把那个赵剧赵国的四十万大军全部坑杀啊 全部坑杀 那么这就是一个特别不吉利的啊 你做的这个事特别不好啊 你你这个破坏力太强了啊 所以白起最后也没什么好下场啊 所以这个上经的三十卦讲完了啊 那我们从上经其实就已经能得到很多人生的啊道理了和哲学了 那么一经呢 我再强调一下 他就是从什么天道而演推演成人道 从天地运行的道理啊 你看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天地运行的大道理 比如说这个波及而复这些道理啊 就是一个东西啊 就像大自然的这种运行一样 一个大自然毁灭之后 马上有新的生命产生 波及而复啊 等等等等 这样的一些大道理 然后推演人世的兴衰 然后也推演什么 在社会里面 具有人意的君子和不仁不义的小人之间的争斗啊 然后阴阳的这种消长等等等等 然后通过这样所有的规律呢 再来总结君子做人做事的一些哲学和智慧 君子呢 他既不是什么 迂腐之人 他是特别懂得变通的 第二呢 君子是掌握信息比小人要多得多的 因为君子要掌握环境的信息 掌握对未来的预判 然后小人呢 就不掌握这些啊 他就是有斗心眼 耍工斗啊 耍心机啊 他不掌握这些东西 他没有智慧啊 他只是有的是小聪明 所以把君子和小人的相斗啊 也在里面表现了很多啊 然后呢 再讲君子在不同的环境该如何的选择和判断 该如何的去行事啊 等等等等 所以上经三十卦呢 讲的是这些 下经三十四卦讲的还是跟这个有关的 但是他每一个卦 他都讲了一个现象 在我们占卜里面 每一卦的现象都可能表明了我们这样就来决定了我们占卜的准确性啊 比如说你步到了离卦是什么意思 步到了砍卦又是什么意思啊 步到了这个这个山天大序大序卦小序卦又是什么意思 所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对卦象的学习 然后在步卦的过程中啊 自我解读 然后来理解啊 然后根据五行升课八卦 再来理解六十四卦 这样的话呢 你对事情的判断啊 就跟呃一般人就不一样了 就会有很多很多额外提醒你的信息 然后提醒你规避风险 或者提醒你抓住机会啊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梅花艺术就达到了一种什么啊 能够既能提高自我修养 同时呢 也能够为自己的前路啊 进行预判这样的一个功能了啊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讲的是夏经的三十四卦啊 夏经三十四卦第一卦就是闲卦 闲卦讲的是少男少女的婚配 大家看一下这个卦象啊 这个卦象上面是对卦 对卦代表少女对吧 梗卦呢 下面是梗卦啊 则 山 贤 所以说少男少女啊 梗卦代表少男对卦代表少女 少男下少少女就是下聘礼的意思 代表俩人结婚啊 然后他们俩呢也正当是结婚的年纪 都是十几二十岁 在古代就该结婚了啊 就该结婚了 所以呢 这卦讲的是他们的婚配啊 讲的是他们的婚配 那么我们看 呃 卦词啊 他说通顺啊 立于持久 娶女就可以娶女子为妻啊 是吉利的 所以他讲的是婚配吧啊 适合娶女为妻啊 担曰贤 感也 柔上而刚下 二气感应以相语 指尔月南下女 是以亨利针娶女即也 天地感而万物化生 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以 相曰山上有则贤 君子以虚寿人啊 什么叫以虚寿人 就是贤既有结婚的意思 还有感应的意思 就是我们对外界的感应 对外界信息的获取 那么我们获取外界信息 最好的状态是什么 最好的状态是虚的状态 而不是满的状态 如果我们是听不进去的满的状态 谁跟我们说了一个重要信息 我们都说你这是扯淡啊 你这是胡说 不可能 那你就获取不了一个信息 而这个信息往往可能会 在关键时候救你一命 或者来帮你去决策一件大事 所以我们去获取外界信息的时候 千万不要轻易的说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发生 而是要思考一下 这个信息到底是真是假 甚至验证一下 才能够很好的获取信息 所以君子要以虚寿人 君子绝对不能是用满的方式 去获取信息的 因为我们之前就跟大家讲过 易经啊 它就是一个信息学 信息处理学 对吧 我们为什么能够急 我们比起小人 为什么能够久 我们为什么能够让自己生活在一个自天又知 极无不利的环境里 那都是因为我们之前在获取信息 通过信息来分析 来做决策 才得出了科学和合理的这个结果 做出了科学的选择 合理的选择 所以呢 君子以虚寿人 这个很重要啊 就大家一定要谦虚 千万不要说 哎呦 你这个都是扯淡啊 我听都没听说过 所以你这一定是假的 你没听说过的 不代表他就是假的 这个很重要啊 当然了 什么是假的 不合道理的是假的 就是不符合规律的是假的 那些特别骗人骗钱的东西 那是假的 比如说啊 你那个什么你跟着我混啊 三三个月内我让你赚一千万 这个人出来跟你说 然后你交多少钱学费 那个绝对是扯淡的 他如果有这个钱 他干嘛要出来让你学呢 对吗 他他为什么要出来 去赚你这三千块钱 或者几千块钱呢 所以呢 那个都是扯淡 不符合规矩的是假的 但不代表你没听过的是假 这个信息呢 可能是讲的是国外的一件事 什么什么 这个我可能没听过啊 我不了解 我不了解 不能说他是假的 对不对 我要去调查 国外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一件事 所以呢 不代表是傻子受骗啊 什么骗子的话都听 而是我什么都听进去 但是我也不一定信 但是我会记在心里 然后去调查 最终呢 才决定信什么 不信什么 当然了 有一些明显就是不可信的 那我也不信啊 那么初六贤其母 就是感应在这个拇指上啊 感应在拇指上 六二贤其肥 感应在小腿上啊 感应在小腿上 胸 狙击啊 所以他讲的都是感应 九三感 贤其骨 就是这个感应在大腿上啊 直气随 这都是从身体的各个器官来感应外界的信息啊 来感应外界啊 这讲的是感应 所以呢 呃 闲挂呢 就有感的意思 感应的意思 感动的意思 亲目的意思 因为也有那个少男啊 追求少女 所以也有亲目和喜欢的意思啊 所以闲挂呢 就是这么个挂项啊 那么 前耿为山在下 对为择在上 就像山上的水向下渗透滋养山上的万物的那种感觉啊 所以说呢 山上有择啊 以虚受人 那么挂项呢 就是让我们要虚怀弱骨啊 然后同样呢 这个挂项也表明了像夫妻之那种和谐水鲁交融的感觉啊 所以是夫妻挂 贤和恒都是夫妻挂 恒呢 就是老夫老妻 贤呢 就是少男少女 正要结成夫妻 所以说他们的感情是热烈的啊 老夫老妻的感情是厚重的 然后贤呢 也指这个乌贤啊 乌贤呢 是传说中啊 古代乌素和侍法的始祖 乌贤呢 是商朝的纵臣 他这个位置呢 就跟那个隐一是一个位置 就是成这个大臣宰相啊 万人之上 一人之下的这样的一个人 后来他就变成了神话人物 啊 有人说呢 他是尧顺时代掌管这个占卜的 司法的 然后也有人传说呢 他帮皇帝占卜过 所以呢 根据史记记载 商王太悟啊 在位的时候 有次遇到宫廷里长出一大丛桑谷野草 一天就长成了一个拱门 然后就这个感觉就很不吉利嘛 他觉得很不吉祥就害怕了 他就请这个乌贤过来 呃 帮他看 乌贤就给他建议 就是说你一定要把你的某些某些某些 就会缺点给改掉 就是这个建议也很 很合道理 然后呢 这个太悟啊 就他就去跟着改 结果过不了多久呢 等他改后 这个这个桑谷长成的这个拱门呢 自然而然就卡塌和死掉了 所以乌贤呢 很有名啊 因为乌贤善于占卜呢 他的感应超级厉害啊 他的感应非常厉害 那么就以乌贤呢 来代表感应啊 零应的意思 所以贤就代表 零啊 零零艳啊 这样的意思 然后贤卦和少男少女 呃 和感应都有关系 那么同样就是那种感觉 少男少女之间的感情啊 啊 然后他们彼此倾慕的感情 也是一种感应 通过一个眼神 啊 然后一个动作 一个语言 都能察觉到彼此喜欢 然后心生欢喜 这也是一种感应的状态啊 所以贤和少男少女的恋爱啊 和恋爱 还有这个感应都有关系啊 恋爱本来也是 就是那种互相的感觉啊 所以贤卦呢 讲的是人生 婚姻的早期 就是少男少女相应结婚 恒卦讲的是 婚姻的中后期 就是长男少女 然后大家呢 已经在一起 过了很多年了 彼此了解 信心相应 然后虽然没有浪漫 但是多了责任和稳定 然后 为什么下经会以贤和恒为始呢 因为贤就是三则通气啊 因为我们上经讲的是天地定位 水火不相设 对吧 所以乾坤侃离为这个四纲 然后统领三十经 三十个卦 那么下经呢 以贤恒为始 贤就是山则通气 恒呢 就是雷锋相遇 然后呢 贤恒这两卦呢 为反对卦 然后呢 他在先天八卦中 为对梗震讯四欲卦 代表四个方位 那么到最后的记记和卫记 是水火之交感和相容 所以说呢 下经主要表现的是那种交感啊 感应 交易的法则 这是天道的恒通和人伦有序的基础啊 所以说呢 这就是下经所表达的一个特点 那么在生活中呢 人与人之间啊 他需要一种感应 那么除了爱情啊 在朋友之间啊 邻居同事都要能够深入的 人心并影响其行动 你要想影响一个人 你就要感感觉得到他 就是你要越能懂他 你越能够改变他啊 影响他 那么 所以闲挂强调的是感 那么闲挂强调感呢 感的话 去掉了心就变成了闲 为什么要去掉心呢 就是你不用动心机 不用费心思量 而是很真诚的 或者是很直觉 就能够感觉得到 不用思考就能感觉得到 这样的 才感应才叫闲啊 所以呢 这种直觉呢 一方面来自于双方的真诚相待啊 才能够更好的互相感应 另一方面也来自于 你对人事的通透 对人心的通透 你对人心越通透 然后总结出来越多的规律 那你对别人感应就会越强了 那么一经其实也就是 在不断的帮你再总结规律 然后去提升感应啊 所以呢 站得此挂呢 在事业上呢 要学会去感动别人啊 或者是感知别人 更好的感知别人 感动别人 以何为贵啊 然后虚心的去请教别人啊 去接受信息 外部的信息 啊 然后呢 婚姻是最吉利的啊 在站的这个挂 要是如果是婚配挂 那就非常好啊 非常好 双方感情基础非常好啊 感情深厚 然后呢 也非常合适啊 所以适合结婚 好 那么我们来解读一下闲的挂礼 第一从脚趾到脸匣啊 他就是那个感应是从脚趾啊 第一步是闲亲母啊 从脚的大拇指 然后一直到上六的脸匣 从下到上 一步一步的啊 脚趾小腿肚 大腿后背 然后脸匣 一步一步的往上感应 那么这个感应呢 他强调的是什么 呃 就是感应其实随时都在发生啊 我们为什么没有接收到 是因为我们对感应啊 没感觉 就是没有这个方向去想 那实际上感应这个东西在古人是非常讲究的啊 比如说咱们梅花艺术的外应 讲强调的就是用感应来布广啊 因为通过你看到一头牛过来 或者看到一个人在咳嗽啊 你都会有所感应 所以那种感应啊 是要修炼的啊 是另一种思维方式 就是通过天地给你呈现的这种呃 景象和图像 然后来判断 哎 天地在给你传达某种信息啊 这种感应呢 是能够让你把天地主动给予你的信息接受的 这跟我们布挂也不一样 我们布挂呢 是天地是被动的 我们主动找天地去求信息 而感应呢 是天地其实已经主动给你信息了 然后呢 你解不解读的问题 所以说呢 一个是找人要要吃的 一个是别人主动给你吃不吃的问题 所以感应的话 呃 这种外应啊 啊 他就是一种 别老天爷主动给你 然后你就开始吃啊 你吃进去了 你理解了 然后你就看 看得懂这段信息 说的就是这意思 那么所以呢 古代将军呢 很多都懂易经吧 因为好多都要学奇门遁甲 学奇门遁甲 都要学咱们这些易经基础的啊 你甭管你学啥啊 你什么大六刃 六摇卦 奇门遁甲啊 太乙神术 你学什么啊 你都要以易经为基础啊 都以六四卦为基础 那么你这些为基础的话 他们就特别注重感应啊 也都是呃 比如说你看咱们看那个三国演义啊 或者那些小说啊 或者讲历史故事啊 就是这个将领要出去打仗 忽然那个大风把旗杆吹吹掉了 他马上就要 要去布挂的啊 他马上就觉得这个不吉利 可能会有老天爷在给他一个信息 提醒他前方有埋伏 或者有风险 然后他马上就去算一算 看看问题在哪 所以呢 这就是啊 天人感应啊 这是天人感应的那种发生 那比如说你今天要出门 忽然啊 就是哎 有一些信号传过来啊 比如说家里面的水忽然烧开了 然后没人管 铺了锅 那这些呢都算是一种感应 你就要去想 哎 这是不是有什么需要我们去看的啊 一些关注点 没关注到的东西 好 那么讲的是这个意思啊 那么第二 六二贤其匪 凶狙击 就感应发生在小腿肚上 有凶祸 安居就会吉祥 那么初二 初六六二九三 都处于感应的初始阶段 不亦轻举妄动 因为时机不到 说明了时机的重要性啊 孙子兵法啊 他就有这样一段话 他说积水之急 以至于瓢石者 是也 至鸟之急 以至于悔则者 结也 势如扩弩 劫如发迹 他说什么呢 说水流的非常的激烈 从山上往下流 流的非常的湍急 能够把石头都冲起来 然后把石头都漂浮而下啊 那你想想这水流得多急 那这么急的水流 为什么会这么急 是因为他有这个山的势 来做背景啊 就是他仰仗着高山的这个 往下流水的这股势 气势磅礴 然后才能冲破石头啊 所以呢 这就是这股势的重要性 他讲的是啊 行军打仗 你要营造出一个 远远比敌人要强的事 这样的话呢 就能够不战而胜啊 就是打仗的这个优势 就会明显 就容易成功 然后第二个呢 什么叫结呢 至鸟之急 就是一个鹰啊 他快速的往下飞 然后去抓兔子 大家在动物世界 都看过这样的图片啊 鹰抓兔子 啪 一抓完兔子 兔子 抓到天上 这个兔子是不会动的 这个兔子就跟死了一样 不会动 大家有没有想过 正常兔子一定会增扎 为什么他不会动呢 是因为鹰抓兔子的时候 他抓住了兔子 脖子骨上有一个脆骨 这个脆骨只要一断 兔子中枢神经就断了 然后全身就瘫痪了 再也不能动 所以鹰抓兔子的时候 每次都能准确的 抓到脖子上的那个脆骨 让这个脆骨断裂 然后兔子马上呢 就死掉了 就就就不能动了 虽然还没死 但是离死不远了 所以在天上飞的时候 就不会乱动 然后呢 也不会给鹰造成麻烦 因为乱动的话 可能影响鹰的平衡 这个兔子可能会掉 啊 所以说呢 就导致到手的猎物又飞了 所以他就一定要把兔子 弄成瘫痪 而鹰把兔子弄成瘫痪的 一个关键点是在于 他找到了兔子的要害 和那个最脆弱的那个节点 所以说呢 孙子说啊 孙子兵法里面就说到 说找到那个节点去发力 那绝对效果要好 那么这个节点指的是什么 节点就指的 在军事战争中 指的其实一个是敌人的脆弱点 还有一个指的是出兵打仗的时机 时机很重要 时机不对 那就这个兔子就抓不好啊 你可能就抓不抓不着 所以他说 视如扩弩 就相当于一个弩键 我们把这个弩拉开 拉成满月 这股力量就变强了 视如扩弩 那么节入发机 就是这个弩键 我扩弩板机 啪发的那一瞬间 这股力量直接直接啊 就发放出去 所以那个时机很重要 因为你即使把弩壳再好 最后你没瞄准 时机不对 那你发出去的弩键 也伤害不了任何人啊 所以就这个意思 时机重要性啊 那么九四真吉毁亡 统统往来 蓬崇尔尸 就是可或极想 危难困扭将会消失 即使你心意不安 思虑不绝啊 朋友也会顺承你的意愿 那什么是时机成熟的标志 在闲挂里面 共鸣就是实际成熟的标志 如果别人都能体会到你的想法了 也认可你的想法了 那你离成功就不远了 因为你会得到所有人的助力 所以讲的就是这一次 蓬崇尔尸 朋友从你的角度开始思考了 那你就会赢了 他们就会支持你 所以你你这个感呢 就是要感化他人 既有感应别人 又有感化他人 你要感化不了别人 你再厉害也没用 就像有些家长管理孩子 不让孩子玩游戏啊 或者是不让孩子做一些错误的行为 然后他的这种感 他的这种苦口婆心 然后去教诲 结果对方一点感觉都没有 根本感应不到你 那你这个完全没有意义 这个完全都是 没有任何好处的 所以呢 你如何让人产生感应 才能够让人家去听你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是闲话所讲的意思 闲击匪啊 无悔 就是感应发生在脊背上 就你的心态 你的感化 放出去之后 对方迟钝 无法共鸣 但是不用后悔 为什么 对方不能感应到你 的原因很多 因为最主要一个原因 就是真理啊 只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大多数人啊 对真理是无感的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上 大多数人都是小人的原因 因为他不能够听大道 他听完大道 他觉得你在放屁啊 你这个东西又不当钱 又不当吃的 有什么用 所以他不听 他不听呢 他就无感 无感的话呢 你不要后悔 为什么 因为你根本不可能感应到小人啊 小人和君子啊 往往是内在的一股力量 在促使你成为啊 比如说君子 有些人他就喜欢君子 知道是内在萌生的一种什么 想法 所以说叫非我求同盟 同盟求我 你爱学不学啊 你你我这个东西有用 你爱听不听 就是这么个意思 你只有这样的一个状态 你才不会被这个 没有感应而伤害啊 或者是强行的对牛弹琴 想要感化一个 完全听不懂大道的人 所以呢不需要后悔啊 好 这是闲挂 然后接下来看横挂 横挂呢 是雷锋横 他讲的是 中年夫妻的相处之道啊 他也代表着横九和九月 那么横 横无救 力真 力有忧望 担曰 横九也 刚上而柔下 雷锋相遇 殉而动 刚柔结印 横 横横无救 力真 啊 九于七道也 天地之道 横九而不以业 力有忧望 宗则有时也 日月得天 而能九诏 四时变化 而能九成 圣人九于七道 而天下化成 观其所横 而天地万物之情 可见已 向曰雷锋横 君子以利不异方 横呢 就是一个不改变的 这个呃不改变的东西 所以以利不异方啊 就是能够长期持有的东西啊 比如说像法律啊 法律的话 利完了之后 很长时间一般不会改变啊 除非社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所以呢 这种不异方呢 就指向法律呀 这样的一些可以长期 长期有的东西啊 除六 君恒真凶无有力啊 君恒之凶死求深也 九二 毁王啊 就或者叫毁无啊 毁王能九中也 九三 不恒其德 或成之修真令 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九四 田无秦 九非其位安得秦也 六五 恒其德真 妇人及夫子兄 妇人真及 从一而凶也 夫子之意 从父兄也 什么意思呢 就是 如果这个 这个你自己做事 做人的这些方法 一直都不改变啊 对女人来说是极力的 为什么呢 因为古代人他不就强调 呃 这个女人呢 要顺从丈夫 然后主内嘛 那么主内和顺从丈夫呢 要求你就是一直保持柔顺就好了 不用改变 啊 你要变了反而不好 啊 你今天柔顺 明天又不听话了 那不行啊 所以女人呢 永远都要 保持这个柔顺的品德 然后呢 贤其良母 在家主内 但是对于呃 男人就凶了 为什么男人 有的时候需要有柔顺 有的时候需要刚强 啊 有的时候需要引退 有的时候需要进去 所以男人呢 都要根据食和味的变化 来进行变化的 如果不能够做变化的话 这个男人呢 就变成小人了 就不再是君子了 他就改变不了自己了 啊 改变不了自己呢 在一经里面 那就不是呃 像龙一样啊 或者像钱挂一样 能够随时应时变化 十成六龙了 那么他就要变成一只虫了 所以呢 夫子兄 讲的就是这意思啊 不能够完全不变的 对于君子来说 要根据环境而改变啊 然后上六 镇横凶 镇横在上 大无公也啊 那我们来解读一下 这个卦 卦象呢 就是横久持久 长久 好事多磨 那么横挂呢 上为雷 下为迅啊 雷在上 迅在下啊 震在上 迅在下 就是雷锋横啊 那么震呢 代表男啊 迅代表女啊 有一种夫唱夫随的感觉 所以说呢 长男长女呢 夫唱夫随啊 雷锋横啊 老夫老妻啊 这是属于 然后呢 所以呢 刚才的闲挂呢 是少男少女谈恋爱 这儿呢 就是老夫老妻呢 结婚很久了 在维持家庭的稳定啊 然后呢 为什么啊 这个阴阳不交啊 因为我们之前学 低天态的话 就会发现 阴阳相交话 就急啊 阴阳不交呢 就凶啊 天地痞 但是为什么横挂呢 阴阳不交也是急的呢 是因为长男 你看这个阵挂在上面啊 呃 这个 逊挂在下面啊 阳在上 阴在下 为什么阴阳不交也会急呢 呃 是因为他们 分工好 各得其所之故啊 他有分工啊 男在男主外 女主内 男呢 在外面跑事业 女的在内呢 照顾家庭 所以这种分工啊 虽然导致他们长期 呃 会不相交 会有 会有分离 但是呢 也是吉利的啊 分工好 就吉利啊 然后呢 就是成久不变的正道啊 他讲究的是不变 所以横挂呢 想要变就很难了啊 步道横挂 呃 他的吉道就在于维持横长 做事有横心 呃 无横心 随意改变立场就凶了 所以在横挂里面 尽量不要去变 变的话就容易凶啊 就上六所说的正横凶啊 然后 横挂启示的是 横久与变化相互作用的人生哲理 做 告诉我们做事呢 要有信心和持久 因为成功呢 就是长期坚持 不懈努力的结果 这也是人们所说的 有横心者 事竟成啊 在浮躁的社会里面啊 有些人看似一夜成功 但是仔细观察就会明白 所有的成功几乎都是长期的努力和准备为基础的 如果不是这样的成功呢 也难以长久 那么赞得此挂的人呢 如果有横心 在事业上就容易取得成功啊 啊 求名呢 要散始散终立于正道啊 啊 婚恋啊 也没问题 就是双方的呃 长期长久相处没问题 外出也是可以的啊 那么初六 俊恒真凶无有力啊 刨根问题追求 深 这个深入追求长余久之道 结果必然凶险 没有一点好处 事情刚开始追求的目标过于深远 就一定有凶险 因为没有真正深入了解情况 就开始爱恒久的打算来行事 就会难以控制以后的发展 这个很重要 就好比我以前跟四川人我就会讲 就是给他们上课的时候 我说你们那个天赋心躯啊 没戏啊 起不来 为什么 因为上来就立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名号 说什么连接中亚的什么什么贸易交流 未来会成为怎么怎么样的一个特别牛的东西 你这个东西啊 连最开始的招商阶段都还没弄好的 然后很多最基本的基础建设都没整好 然后提一个很深远的目标 你你看 然后中间的所有困难都没有想到 然后就立一个长远目标 那你这个目标能实现吗 不可能实现 所以你现在要如果听谁跟你在哪扯 我这个公司啊 现在虽然还没有 但是有了之后怎么怎么上市 怎么怎么打败 在这个马斯克打败马化腾 打败马云 这样说话的人绝对是没戏的啊 这样的人就是好高物约 然后呢 根本不能把踏实 把当下的第一阶段目标给做好 这种东西呢 永远都是同样的规律 所有那些什么千年大计的 都是听着就听听就得了啊 差不多就得了 基本上没有能够持续下来的 往往真正千年大计的东西啊 当时做的时候没想那么多 都是摸石头过河边走边看 比如说像深圳 那是真正起来的一个特区 真正做得很好的 那当年的也都是画个圈 我们先坐着看 我们先实验一下 看行不行 然后随时来进行调整 结果呢 调着调着 他成了一个经济特区 但是上来就以千年大计去做的事 没有几个能成的 这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刚开始就深入追求长远之道 结果必然凶险 没有好处 所以这个你看 一经讲的是不是人生哲理呢 那么九二 毁亡 就是悔恨的消失 不仅仅靠时间的治愈 还在于自我寻找中庸之道 九三 不要等着时间消失了 我这个后悔没了 而是你真正找到了自己为什么错 然后呢 知道怎么回归重道 然后以后再也不会错 不二过 这个才会让悔恨真正的消失 然后才能去面对那一段痛心疾首的经历 就好比一个人受骗之后 你不能说过一个一两年 忘了这事就好了 那是老百姓的方法 真正的聪明人就是说 我为什么会被骗 那么是对信息掌握不到位呢 还是心中有贪念呢 还是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真正总结解决好这个贪念的问题 或者信息不到位的问题 然后呢 从此以后肯定不会再受骗 这样的话后悔才能消失 九三 不恒其德或成之修 真吉 不能横守德性的人 常常会受到羞辱 晚节不保 这里面就是郭默若嘛 郭默若本来他是一个特别好的文学家 真的是挺有才华的 但到了文革的后期啊 为了怕自己出事 写了一堆特别吓人的诗啊 特别吓人的诗 然后全是打优诗啊 然后最后晚节不保 后来很多人就笑话他 说你到最后还是挺不住了啊 然后九四 田无秦 向约九非七位安得秦也 狩猎没有打到飞秦 就是长时间不守在自己的位置上 怎么会做到飞秦呢 众为清根 敬为造军 清则是根 造则是君 为什么 因为一个人呢 他清造的时候 他就不能够横 他不能横的话 他就当不了大位 为什么不能横的人 当不了大位呢 因为很多大事 比如说啊 用兵打仗 或者治理国家 哪怕治理一个地方 都不可能长期看到 就是短期看到功能 这个效果 都是花很长时间 要耐得住寂寞 耐得住性子 像君子一样 就是有一种 风山剑啊 或者地风生 的那种缓慢感 用那种慢慢的积累 一步一步达到成功 积小胜已成大功 然后台阶一个一个上 饭一口一口的吃 君子知道就没有快的 但是呢 这种造和清的人呢 第一 他们横不起来 他们哎 坐不住 坐一会呢 他就烦了 连鱼都掉不了 更别说管理国家了 他烦了 他想想 我整点事吧 哎 说不定有一些大招 能更快一点 然后就弄出一堆破事 弄完这些破事呢 不但没快 反而更慢了 啊 反而把国家搞得更乱 所以呢 这个 造和清的人 他是坐不了大卫的 只有纵和静的人 才能当大卫啊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们以前都会说 老成持重才谋国之道 然后乱乱蹦乱跳 那能是能是谋国之道吗 肯定不是 那么九四里面 为什么他抓不着飞禽 他坐不住啊 坐不住 一会他就要跑过去看看 一会他要出去再找一找 结果把鸟都吓飞了啊 根本坐不住 连个鸟都招不着啊 所以这就是不衡带来的问题 那么六五 衡其得 真 妇人及夫子兄 刚才已经讲过了啊 这块已经讲过了 对于君子来说 要事实变化 绝对不能像女人那样啊 就从一而终这样的这样的不变啊 女人可以不变 因为女人空挂嘛 空挂当然可以不变了 不变就能够收获美德啊 反而不变才有美德 那么男人是钱挂 钱挂当然要变了 你不变的话 那你就困死了啊 就这意思啊 六五 恒其得真 妇人及夫子兄 咱们说过了 上六 震恒凶 摇摆不定 不能坚持 凶险 那么这种摇摆不定的 也讲的是治国 不是有老子有句话说的好吗 治大国若烹小仙 啥意思 治国啊 就像 炸小鱼一样啊 就是煮小鱼 你不能拿勺子一只搅 搅来搅去 这个鱼就没法吃了啊 这个小鱼 本来鱼就小 肉就是少 然后呢 你拿勺子这么搅完 鱼肉全飞了啊 最后就剩鱼骨头了 鱼骨头都碎了 最后给你搅的 那你说你这锅鱼汤怎么吃 没法吃啊 根本找不着鱼 所以治国呢 绝对不能扰动 扰动的话 那么这个国家啊 他就会特别的破碎不堪啊 出来一堆一堆的乱象 然后什么东西呢 国家的所有政策都要保持一种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不能拍拍脑门就来一个东西 然后把一把大家都给弄慌了 哎呦这个没见过 然后过两天又换了啊 换个方向又来一个东西 那这样的话 国家就完蛋啊 国家就要完蛋 所以呢 震恒凶 摇摆不定 不能长久 那去带带领国家 或者做一个事儿 做一件大事儿 都是凶的啊 所以横挂呢 是我们的一个道德修养 必须呢 要有一种长久之心啊 很多时候啊 当然该变也要变 好 那么接下来讲顿挂 天山顿啊 上前下梗 天山顿 代表的是 呃 远去啊 顿逃的意思 顿亨 小力真 团曰 顿亨 顿而亨也 刚当而未应 与时行也 小力真 骂 进而长也 顿之时意大已哉 啊 项曰天下有山顿 君子依远小人 不恶而言 讲的是君子远小人啊 离小人远远的 就叫顿 反正不到顿挂呢 如果你正好 在逃离什么东西的话 那就能逃成功啊 代表你逃离成功 如果你不失业呢 那就代表可能要退休了啊 就是干不下去了 那么顿尾 出六顿尾 利 勿用有优往 顿尾之利 不往何栽也 六二 直至用黄牛之格 莫之胜缩 胜托 直用黄牛 固制也 就是被黄牛之格 给绑住了 跑不了啊 细顿 有吉利 续臣妾吉 细顿之利 有吉被也 续臣妾吉 不可大事也 九四 好顿 君子吉 小人匹 君子好顿 小人匹也 九五 加顿真吉 加顿啊 就顿得很好啊 走得很漂亮 然后上九肥顿 乌不利 肥顿通 飞顿啊 飞 飞着走啊 没问题啊 能飞 能飞了 你还跑不了吗 所以这个意思 所以卦象呢 就是逃脱 隐居 明泽宝森啊 卦象呢 前为天 耿为山 山上 天下有山 山高天退 阴长阳枭 小人得势 君子退 明泽宝森 啊 然后呢 他也有静止之意啊 梗挂代表静止 大家 以前我给大家讲过了 就是初遥攻六遥啊 这个方向永远都是 呃 谁在增长 就是从初遥往六遥看 啊 这样的一个趋势 所以呢 六二 初六 都是小人 然后他们正在进攻君子 这个就是挂象所体会出来的 所以君子才会去盾啊 才会跑 然后也有人解释呢 这个前挂和坤挂打仗 坤挂呢 是退守对盾去的意思 啊 这个解释呢 也可以说啊 但是呢 整体我们都看阴阳谣啊 阴阳谣的这种肖长 来看一看是小人得势 还是君子得势啊 那么项约呢 天下有山顿 君子一愿 小人不恶而言 然后山有多高 天就有多高 山在逼天 天在步步后退 而天无论怎么后退 始终高距在山之上 他讲的就是君子跟小人之间 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天遇君子 山遇小人 然后以傲然不可侵犯的姿态 划清彼此的界限 这样的话 就会产生震慑小人的威严 他顿挂讲究的是顿式旧式 他不同于小序和大序啊 大序和小序呢 就是那种序养美德啊 那他也不同于随挂的随 就是放任自留啊 他也不同于牵挂的内修 牵合 卑以字幕 它是一种特殊的环境下的生存方式 讲究的是进退的道理 该停的停 该妥协的妥协啊 刚退的退 是为了日后的成功 这时候的顿式是为了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 更好的未来救世啊 所以该顿则顿 然后他跟大序的特点是什么 大序是山在天上啊 山天大序 那么就代表呢那个耿卦又代表大门 对不对 大家记得吧 耿卦除了代表山 还代表大门 那就君子呢 在门里面啊 被君主呢 纳于门下 然后君主在养贤 贤人云集的这个景象 但是呢 现在呢 君子呢 被赶出门外了 你看耿卦在里面 钱卦在外面 君子被踢出大门了 也就是说这个朝廷啊 现在容不了君子了 里面装的全是小人 那君子只能逃避啊 逃难了啊 远避逃难 所以这就是天山顿的这个卦象 所表达的啊 你看君子跑外面了 然后大门里面全是小人啊 好 跑吧 就这么个意思 从卦器上来看呢 阳气啊 到四月前卦达到鼎盛啊 开始进入消退 五月呢 天风购卦 阴阳回来 阴气开始增长 然后六月呢 顿卦阴气继续增长 小人的道在不断增长 君子的道在不断消退 这时候君子就开始退避逃离啊 天地 这个世界永远都会这么循环 要不然就是小人当道 要不然就是君子当道啊 永远都是这样 不断此消避这样的循环啊 反过来呢 灵卦啊 就是君子道长 小人消退的时候 然后 顿卦呢 急到就是远离是非 设法隐退 甚至躲到山中隐居 不管啥事啊 就逃得越远越好 越快越好 韬光养晦啊 收敛羊刚 不要出风头 这个急到啊 顿卦这个卦象的急到 远离小人啊 不要跟人交恶 洁身自好 没落人把柄 就这么个意思 那么站得这个卦的时候 你要小心自己身边的人际关系了 是不是小人的势力在增长 开始紧逼你的生存空间了 那这时候呢 你不要冲上去跟他战斗 战斗是打不赢的啊 对你不利的 而且呢 在事业上的时运不佳啊 考虑退隐 不要与不正派的人同流合污啊 保存实力 事迹再出啊 穷明呢 也就是明则保身啊 婚恋也是等着啊 不要着急 好 那我们解读一下挂礼 初六 顿尾 顿尾 利 勿用有优往 逃跑落在最后 危险 不要往前走了啊 跑慢了就会遭遇危险 黄金融的利子 我给大家举过了啊 就没跑了啊 没跑了就遇到危险了 所以说呢 你要是如果在逃难人群的 最尾巴那块 你想想啊 就假设古代一个场景 然后呢 李自成这帮人呢 或者是太平天国这帮人呢 打下一个城开始抢东西啊 然后呢 大家又开始跑路 跑路呢 你是跑队伍的最后面的 然后追兵还在后面 追着你们 抓到谁 他就杀谁 那你觉得你危不危险 肯定危险啊 所以初六告诉你 就是你逃慢了 你现在落到尾巴上了 赶快跑 你现在很危险啊 所以说呢 就这么个意思啊 六二只用 直直用黄牛之隔 这就是没跑了啊 没跑了 被黄牛拧的绳子给拴住了 这么硬的绳子 你跑不了 跑不了啊 然后呢 也有可能这个人就不想跑 我就不跑了 就像自己把自己用黄牛绳给绑住了 我就跟你们拼了 就像项羽一样 我自今思项羽 不肯过江东啊 生当为人节 死亦为鬼雄 我就不跑了 我跟你刘邦拼了啊 虽然我今天命交代在这儿 但是我也不想回江东带着父老乡亲再打一仗啊 我对不起他们 这就是一种不跑的状态啊 九三细盾有有吉利 续臣妾吉 记住逃跑的人有大兵一场的危险 续养奴仆臣妾啊 吉祥 那么 就是因为跑不了嘛 跑不了啊 特别痛苦啊 就跟那个 生病一样的难受啊 然后疲惫不堪 那么只能续养臣妾 过过日子这个样子了 讨点生活了啊 然后呢 办不了什么大事了 就好比一些 在朝的当权者 然后呢 跑不了 然后呢 就只能闭门在家里面啊 就是跟一些女眷 然后听听音乐 吃吃肉 就这么个样子 所以呢 就是干不了什么事了啊 是这个状态 那么 这也可以比喻 君子被小人包围了 跑不了了 这会儿你想退 退不了了 然后呢 你只能够 跟他们混在一起 跟他们混在一起怎么办呢 你还是永远要坚持自己的正道 不要呢 跟他们 把他们当成一人物 永远把他们当成臣妾 知道他们就永远是小人 不可当大人 也不 也不能是你的朋友 你们之间 质不同 道不合 不可能玩 尿到一壶去 所以呢 视他们为臣妾 不跟他们同流合合污 讲的是这意思 就没跑不了的话 被小人包围该怎么办 就是 就假装啊 什么也不说 但是呢 也别在心里面 在心里面跟他们保持距离 啊 九四好顿 君子及小人匹 这就讲到了我之前一直给大家提到的小人和君子最大区别是什么 小人 君子之进退 为什么 因为君子会事实变化 不会被心中的欲望所驾驭 君子呢 欲望很淡的啊 就是不管是声色全马 他所有的欲望他都不强烈 都是能被他驾驭的 所以呢 该退就能退 但小人是什么 小人往往是被欲望所驾驭的人 就是他们为什么那么没智慧 为什么那么没眼光 不是因为他们的大脑发育出了问题 也不是他们的智商出了问题 而是什么问题 是他们被欲望驾驭了问题 欲望会使人愚昧 他们被欲望控制了 就是特别想要名牌包 特别想要香车宝马 想要美女 他们被这些东西所控制 所以呢 他们不懂得退 所以九四讲的是这个问题 就是君子能够事实隐退 来获得吉利 逃避风险 但是小人呢就不行 他就会 就想赚好最后一个铜板 他就是不想那个放弃 现有的这个优渥的生活 他就是不退 这时候呢 他就会死啊 这个昨天我给大家讲过范里语文重 这个疫情无数次强调 就是知道进退才为君子啊 只知进不知退呢 那就是小人 那因为你的欲望 你控制不住啊 九五加顿真己 功成身退 守正道极小 这是属于功成身退 不居功啊 比如说像周文 周公啊 周公呢 把周国治理的井井有条啊 把西周啊 治理的井井有条 然后呢 还让位于成王 然后没有说 直接就占据大位 然后串权夺位 这就是他们的志向啊 君子的志向 他在乎的是天下 而不是在乎自己的权位 所以这叫加顿真己 步道这一挂 这个人呢 就是精神洗手 在最合适的时期 隐退了 然后功成名就的隐退了 非常好啊 非常的好 因为我们看钱挂就知道 人生啊 总会有一个高光时刻 不可能一直往上走的 总有下来的时候 是你主动下来呢 还是被人逼着下来呢 还是被形式逼着下来呢 这个是很有讲究的 主动下来的人 就叫加顿真己了 不主动下来的人 就叫抗龙有悔了 就会出现后悔 上九肥顿无不利 像飞一样的引顿 没有任何不利的 飞快的跑啊 为什么上九可以肥顿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 上九属于什么 太上皇或者是退休的人物 退休的人物 九五属于领导 所以刚才咱们说九五 那就是工程升退 领导升退了 退休了 那么上九呢 他属于那种 室外高人 在这里面形容的就是室外高人 就是就像那个古代的一些隐士 然后汉武帝 汉文帝怎么请 请不出来的那些人 他们无欲则刚 他们根本不在乎 天下都无法命令 天子都无法命令你 达官贵人呢 也没办法跟你高攀 然后完全超脱于物外 对世俗呢 荣辱名利 完全看得开 无所不利 这就叫肥顿物力 这是一种修仙的状态 或者说制胜的那个状态 隐士的状态 讲的是这个状态 然后其实给我们的启示呢 就是你欲望越少 别人越难驾驭你 你想跑就能跑 你欲望越多 别人越好控制你 就能把你牢牢的记住 让你跑不了 或者呢 让你跑到队尾 最后也跑不脱 好 接下来是大状态 顿挂枪完了 大状态 大状态 讲的是什么 强壮 威猛 然后呢 他这个挂里面 主要用羊来表示 羊代表羊气的进攻 大家看这里面的挂像 就是四个羊打两个阴遥 羊从下往上攻 所以他是非常猛烈的在进攻 的一个状态 所以叫雷天大状 那么大状立真 就立于长久 断约大状 大者状也 刚以动 故状 大状立真 大者大也 正大 而天地之行 可见也 项约 雷在天上 大状 君子以非礼物吕 就是不要去做没有礼的事 不符合礼法之事 初九 壮于止 真凶 有福 壮于止 欺负穷也 初九呢 是刚 这个阳气刚形成的状态 这会儿去打仗 力量不足 会很凶险 但是呢 你很有成绩 因为你是君子嘛 所以你做的事是对的 但是你的时机不对 太早了 不该这会儿打 九二真集 九二真集 以中正也 以中也 九三 小人用壮 君子用网 真力 小人喜欢用力量去打人 用简单粗暴的方法解决问题 猛壮的方式解决问题 君子不会这么用 君子会用智慧来解决问题 所以君子很少在街上跟人打架 那小人就爱这么打 然后用这个拳头来解决问题 君子呢 是用智慧来驾驭问题 所以呢 这个是危险的 那么 底洋触翻 就是一只羊呢 特别蠢了 他看着这个篱巴很生气 他就要挡住他路了 就要拿脚去撞他 结果呢 这个脚被弄坏了 啊 这就是那种小人自己撞墙 就是用撞啊 自己撞墙 把自己给伤害了 一个意思啊 就这个意思 然后九四 真吉毁亡啊 翻绝不赢 啊 方绝不雷 壮于大鱼之腹啊 六五 丧羊欲异 无悔 上六 底洋触翻 不能退 不能随 无有力 兼则急 就这羊吧 撞了墙之后啊 卡住了 这个脚被卡住了 既不能后退 又不能够把这个墙撞开 那么无有力 兼则急 那只能坚持了呗 这会儿还能干嘛 挺着呗 啊 完全被卡住了的意思 那么大壮挂啊 就是阳气强盛的意思 也代表冲突和造成伤害的意思 所以呢 一般的易经啊 以阳为大 凡是易经中有大的 一定会有钱的挂项 比如说大过大序啊 太挂 太也通大啊 所以呢 大就指前阳 大壮的 就指阳很壮 阳气壮盛啊 阳气过于强壮 也不见得是好事啊 为什么 因为会产生冲撞 造成无畏的伤害 所以呢 相传就提醒了 君子以非礼物理 你不能因为你拳头大 胳膊粗 就去做一些非礼之事啊 所以呢 避免冲突啊 告诉大家 要以礼依赖约束 避免冲突 杂挂呢 就说大众者指 劝人要懂得 停看和听 所以你布达大壮 大壮挂 往往预示着 有一场激烈的冲突要开始 那么你一定要小心 因为这个冲突 可能会造成伤害啊 那么大壮因为 阳气过剩 气势过于壮大 震在外又有 躁动过动之倾向 所以很容易产生冲突 冲撞 进而造成伤害 然后呢 讲的就是那个羊 去撞那个维迪嘛 啊 去伤人的故事 羊啊 这种动物呢 它就代表羊气啊 为什么我们说吃羊肉 补羊气呢 因为羊肉确实补羊气啊 羊这个动物跟羊 就很很有关系啊 所以呢 呃 这个象征 羊气过状 不受约束伤人啊 所以呢 你像那个三国时期的 于藩和马戎啊 这这俩人就是 都挺有名的啊 他就以伤来解释大众啊 就代表受伤吧 然后 所以呢 这个大家就明白了啊 大众挂一定要冷静啊 不得大众挂说明 矛盾冲突 要达到了一个爆发的一个状态了 一定要小心和冷静 二月啊 就是二月代表大众 就是一月是太广了 阴阳调和 二月的阳气增长 就是大众挂 这时候就要打雷了嘛啊 那么大众呢 跟盾挂而来 是一对对挂啊 天山盾和雷天大众 正好是宗挂啊 所以呢 他叫 呃 不能光跑路嘛 君子也不能光跑路 还是得打 打的 跑不了就打呗啊 或战或逃 逃的掉就逃 逃不掉就打啊 所以呢 最负小人呢 下一步就是 呃 逃不了 那就用大众来解决 所以盾和大壮呢 是对僵化社会的一种反动 横挂代表僵化啊 稳定 然后慢慢走向僵化 盾挂就逃离 然后壮挂呢 就是冲撞这个 这个社会 改变这个社会 然后得到大壮挂呢 如果所问的事呢 是你一个人单独 蛮干就能完成的 而且呢 你有足够能力去完成啊 那就也没问题啊 偏急的 如果要想跟人合作啊 你布的这个事 必须跟人合作 那么这个事呢 就不太好了 为什么 因为大壮这个挂呢 跟人和谐的相处 就有点难 会产生冲突 所以偏凶 那么不过这种冲突呢 也不是那种阴谋诡计的冲突 而是理念上的一些啊 就是呃表 就是明面上的冲突 他不是那种怪挂的那种 呃 人事斗争和宫斗的那种玩法啊 那那种则天怪的那种 宫斗玩法 阴险的权力斗争啊 然后呢 因为大壮挂的阳气 本来就过剩 所以在这里面的阳气啊 阳要处阴味为美 比如说九二九四啊 他都是阳阳处阴味 啊 然后呢 有阴柔调和 就偏几一点 然后呢 初九啊 呃 九三呢 这些阳阳处阳位 阳气过剩 那就会偏凶一点啊 啊 然后在这个布挂的话 就是一定要 呃 拥有有谋 不要蛮干啊 就这个意思 然后挂里解读 啊 初九已经解读过了 就是力量不足 就用强 有凶险 九三呢 就是 这个 小人靠力气啊 君子靠 智慧 那么用力气 加 这个 压人呢 即使取胜 也是不足取的 然后呢 有的时候 大壮也是必须用的 比如说已经被逼的 没办法了 也要用 九四呢 讲的是 没无悔啊 为什么 因为我们必须用大壮了 然后呃 把这个番给顶开了啊 壮于大鱼之父 那么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 用壮不可避免 把这个番创破 然后仰角脱落出来啊 这就是避时积虚 和专注一处的用壮 快速的结束战斗啊 这也是不可避免的 然后六五呢 上阳于亦 无悔 在亦这个地方丢了阳 没有后悔啊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地方 你失去了阳瑶啊 没有阳瑶 你看六五 它是阴瑶 为什么不后悔呢 因为有时候用壮啊 风险还是大的 然后这会儿呢 你退一步海阔天空啊 反而是个好事 好 那么这就是大壮就说完了 然后我们看火地劲的净卦 火地劲净卦 净卦代表光明上升啊 也代表一个人的晋升啊 晋康侯用西马藩树 昼日三阶 炭月晋 晋也 明出地上 顺耳立乎大名 柔晋而上行 是以康侯用西马 藩树 昼日三阶 向于明出地上 君子以 晋 君子以自招明德 就是相当于君子 把自己的品德啊 放给大家看 让大家看 君子的美德 就像光明啊 太阳放光一样 释放 初六 晋如摧如真吉 往福 欲无救啊 晋如摧如独行正也 欲无救 未受命也 晋如愁如真吉啊 六二 受资介福于七王母 受资介福于中正 六三 纵云毁亡 纵云之志 上行也 九四 晋如实属真利 实属真利 为不当也 六五 毁亡师德 物序 网集无不利 师德物序 网友庆也 上九 尽其较 唯用法宜 立即 无救真利 唯用法宜 道位光 以 火地尽啊 上火 下地 就相当于太阳 从大地中 升起来 日出东方的 那个景象 所以它就叫 尽管 光明上升 尽入 代表了 尽入和尽升 所以尽管呢 如果你不失业的话 那就代表你 事业 蒸蒸日上 很有可能 要升职了 所以呢 就是 它这个状态呢 就是内坤顺 外黎明 讨人欢喜啊 就是一个人的状态 就是内部很柔顺啊 就跟大家呢 很和气 外部呢 就像 呃 离火一样 美丽和聪明啊 所以呢 肯定会 这样的人 肯定会招人喜欢了啊 所以会受人重用啊 所以 净卦呢 太阳出来之后呢 因为有了光合作用 万物就开始生长啊 所以太阳呢 就当 像君王一样啊 众人受到了君王的恩责 而有所作为 那么与君挂相反的 就是名仪挂 名仪呢 就是 日头在下面 地在上面 就代表太阳落在山下 落在地下 然后呢 太阳下山 然后呢 黑暗 黑暗产生啊 才华埋没啊 所以是乱世和黑暗之卦 禁卦呢 是光明和志士之卦啊 得见卦 才华有机会 展露头角 工作上呢 将受到重用 占得此卦者呢 在事业上顺利 但要注意 遵守正道啊 这些呢 就不用多解释了 反正是好事啊 整体还是可以的 这个乱挂 那么初六呢 静如吹如 珍疾同福 欲无救 求上进受到排挤 守正道 极强不受信任 心放宽 没有沾难啊 追求上进啊 但是你这个追 只要走正道啊 虽然因为 静挂的第一摇 这个太阳还没升出来 所以还没到时机 所以不用觉得后悔啊 不要有什么问题啊 没什么问题 六三纵云毁亡 借着众人的力量上升 没有悔恨 这提醒我们大家呢 不要光迎合上级 得到大众的支持 一样可以无悔啊 一样可以得到上升啊 九四 静如实属真利 想晋升呢 却像老鼠一样 既贪婪又没有一技之长 还非要生 守这样呢 即使自己啊 这个 守自己的本分 也免不了灾难 这讲的是自我修养 和储备的重要性 比如说不懂医学的 去当卫生部长 不懂商业的 当商业部长 那都是 这个静如硕属 实属 就像个老鼠一样 坐在了不该坐的位置上 那持久肯定是 有危害的啊 有危险的 六五毁亡 失德 物序 网极无不利 悔恨消失 不用顾虑 施与德 前往吉祥 一切都会变得很顺利 过度计较呢 就会偏离正道 而且呢 德施本来就不断变化 难以看清 上九呢 尽其较 唯用法宜 真利 利吉 无救 真利 晋升到了极点 只能征讨小国来建立功勋 危难中有吉祥 无灾难 固执会遇到困难 所以说呢 这个西方有一个叫彼得原理 就是说一个人总会有一天晋升到自己不能胜任的位置 然后呢 然后职业生涯得以停顿 所以说呢 晋升这个事也一样啊 就算有再大的才华 他总会有一天到了一个自己驾驭不了的地方啊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大概就讲到这儿啊 然后我们今天把上经的两卦和下经的四卦给大家都讲了一遍 回去呢 我们根据课件里面的内容 再好好复习一下 这个我们所学过的这些卦象 然后呢 争取呢 在以后的占卜中啊 随时能够想起来 这个卦象所代表的含义啊 而且呢 大家要知道 呃 要跟五行结合 比如说你步到进卦啊 变卦是进 但是这个进卦里面的五行呢 又去刻了体卦 那就说明进不成的意思啊 就是这个晋升不成功的意思 所以要跟五行结合 再结合卦象 然后来判断啊 这个事情的具体走向啊 那今天呢 我们的课啊 就上到这儿啊 大家回去继续复习 然后我们啊 明天呢 继续来讲这个啊 六十四卦的其他内容 好 到这儿啊 谢谢各位 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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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